刘伯温,作为明朝的开国元勋,为朱元璋出谋划策,功勋卓著,其在建立大明朝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兵法谋略精通,使他成为一代功臣。 他的声望在民间广为流传,与诸葛亮齐名,为后人所敬仰。 然而,在朱元璋登上皇位后,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清洗行动,处死了胡维雍、蓝玉等重臣。 刘伯温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,加之朝野公劫之事,使得他不得不权衡自己的立场。 就在这个时候,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却送来了一离两枣,其中隐藏了什么暗示呢? 读历史 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虽说朱元璋坐上了皇位,但是不管是马皇后还是刘伯温,他们两个的出身要比朱元璋好太多。 刘伯温还在元朝时期变中了近视,他更是世家大族出身,祖上也是元朝有学问之人,名声很是不错。 再者,刘伯温也非常的争气,从小就展现了过人之姿,书读的不少,还都起了大作用。 甚至他的学习能力出众,老师的夸赞和喜爱更是由内而外,虽说朱元璋坐上了皇位,但是不管是马皇后还是刘伯温,他们两个的出身要比朱元璋好太多。 刘伯温还在元朝时期变中了近视,他更是世家大族出身,祖上也是元朝有学问之人,名声很是不错。 再者,刘伯温也非常的争气,从小就展现了过人之姿,书读的不少,还都起了大作用,甚至他的学习能力出众,老师的夸赞和喜爱更是由内而外。 刘伯温是一个谋臣,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在所不辞,他的很多谋划皆在重要时候发挥作用。 朱元璋高兴之余,除了对他的重视外,就是赏赐等了。 在朱元璋的征讨中,刘伯温是给朱元璋出主意之人,更是朱元璋的做上宾。 刚开始,在张世成和陈有亮之间,刘伯温认为以陈有亮为重,因为张世成一方主要采取的是防守的策略,并且一旦成功,对于陈,张双方来说便会难上加难,而朱元璋这边显然也就站得上风了。 而后陈有亮这一方与张世成有很大的不同,士气正值发展之时,攻下后,显然朱元璋也将鼓舞士气,朱元璋听完后很是赞同,并开始行动。 开始陈有亮的攻势很强,他们想要与之对抗,地定是一场大战,有的将领甚至出现了退缩的想法,而刘伯温则持反对意见,并建议等待时机,然后再将陈有亮军一网打尽,这时,很多将领会未敌。 而朱元璋则大胆采取刘伯温之策,并亲自出征征讨,最终陈有亮军败,由此可见,刘伯温的建议很重要,同时也是朱元璋信任的开始,可是明朝建成后, 复杂的朝堂之上,刘伯温果真不会成为其他大臣的眼中钉吗?答案是肯定的,刘伯温算是朱元璋身边的重臣,话语权很重,但与人交往上刘伯温却不是很好,并且在与皇位之人交流时,他也是有什么说什么,丝毫不畏惧,朱元璋给他加官封诀。 刘伯温不就,丞相职位的人选一选再选,刘伯温仍然不同意,即使是与刘伯温交好的阳线,刘伯温也会指出他的不足,并觉得阳线不适合,前前后后,朱元璋与之提出了不少人,但都被刘伯温一票否决,这样的直言可以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 但刘伯温不仅敢,甚至还直接告诉看中自己的皇帝,并择他人,虽然这时刘伯温已经功成身退,但他的这个魄力还是令人佩服的,再者,他的这一选择也是原因的。 其实在刘伯温告老还乡前,他在朝堂之上的处境很艰难,因为他被身处丞相之位的李善长钉上,在朱元璋跟前各种负面的话不断,刘伯温怎会不知,听多了朱元璋也便会有所重视。 这时,刘伯温算是清醒的,选择的是离职,不过,只要刘伯温在京城,朱元璋对他的重视也便是会有的,那么李善长等人的威胁也便是存在的。 由此,刘伯温不就官职也就显而易见了,要说在这时是谁提点了刘伯温呢?还得是马皇后,朱元璋身边不可或缺的女人,在朱元璋南征北战之时,马皇后可谓是朱元璋身后的贤妻。 在朝政、军事等大事上,只要是马皇后想知道或是提及的,朱元璋都会尽可能地满足。 可以说,必要的时候,他的建议能顶上大用,毕竟朱元璋在前打天下,后面的各种文书整理等都是由马皇后来做的,其中便包含着打仗要用的资料。 同时还有朱元璋所记录的东西,这些内容对于古代女子来说,很难能看懂,但对于马皇后来说,小菜一碟,朱元璋若是哪天急用了,马皇后便能很快为他找出。 这么看,马皇后像是古代的女强人,但其实古代女子该会的女工等他也不在话下。 朱元璋领兵打仗,士兵众多,士兵们的很多衣物都是马皇后组织起来人员去做的,补足了士兵的生活,更为朱元璋做好了后备工作,军中士兵无不对他尊重。 登上后卫后也同样心怀天下,相传在刘伯温的事情上,马皇后很是关照,礼物送去,刘伯温立马心知肚明,最后也变促成了他的告老还乡,当时的刘伯温虽然已经离职,并闭门不出,但马皇后的探望还是送到了,刘伯温虽然拿到后有点意外,但是皇后之意需感谢,她打开后,里面没有华丽的物品。 而是只有零星几个水果,一个离两个早,刘伯温立马明白,这时要她早早离去啊,刘伯温思虽之后便明白了,马皇后是最了解朱元璋之人,杀兴起,刘伯温也难逃,刘姬,刘伯温流传到后世的形象,是谋臣更是文人,在朝堂之上,她可以出谋划策,在当时时期的诗文创作上,刘伯温也不容小觑,在她的诗文中,可以看出刘伯温的性格,直言是一方面,对于当时社会的诗文,而是只有零星几个水果,一个离两个早,刘 刘伯温的直观评价又是一方面,她可以在皇帝面前直言自己的想法,更能在诗文中大胆揭露社会现实,并且刘伯温在围观期间,与民间的百姓交流甚多,农民百姓们的生活她都知晓,官府的作为,百姓的苦,便是她记录下来的画面,如此在丞相之位上刘伯温不救,但她还是会说出自己的看法,并表明让朱元璋铭心寻找,要说刘伯温这一表达在什么时候最深刻, 恐怕是在原末时了,这也便促成了刘伯温与朱元璋之间的君臣关系,刘伯温和马皇后之间的故事流传至今,还需考究,但刘伯温能得善终还得她自己想清楚,功成身退,在古代史上必然是很多人所愿 回归平淡,不问世事,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,刘伯温病逝后,朝廷依旧对她追风,她的谋略不仅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,更在后世中形成了一定的认同,并很多人 认为她配想太妙,不过马皇后送水果,告诫刘伯温,告老还乡,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个段子,历史事实是,胡伟雍与刘伯温两派相互轻压严重,刘伯温曾经几度失利被罢官,后又东山再起,在刘伯温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朱元璋的天平明显偏向了胡伟雍一方,在刘伯温病重的时候,朱元璋表现得很淡漠,还派胡伟雍代为探视,送去药物和食材, 很多人甚至觉得,朱元璋让政敌探望刘伯温是想借刀杀人,心灰意冷的刘伯温在已经不能下床行走后,灰溜溜地回了老家等死,简单地安排了后世,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胡伟雍倒台后,朱元璋还能想起自己的好,当年,刘伯温与朱元璋并肩难争北战,以出神入化的谋略 帮助其完成从起义军首领到皇帝的华丽转身,可一旦王朝建立,刘伯温在复杂的官场争斗中落入下风,只能在马皇后提示下离开朝堂 回到故乡度过晚年,这对于刘伯温而言,无疑是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本以为能扶持新朝延续太平,却因官场险恶,无奈离去 当他独自坐在顶上俯瞰家乡田园时,心中不免千头万绪 但是转念一想,刘伯温又宽慰自己,建功立业,对天下苍生尽力已尽,自己无憾 期盼太平的心愿未能实现,那是新生王朝的必然困顿 朝堂,与自己这个书生之事本就格格不入,晚年隐居山林,亦是一种境界 看着村中孩童追逐玩耍,刘伯温不禁微笑 他相信,未来总有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并这土地上百姓得以安居乐业,刘伯温一生诸多遗憾 但他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成就已成为历史 无人能抹杀,今人寄取他的功绩之余 也当缅怀他因官场险恶而黯然离去的过程 功成名就之后,归隐田园 亦是英雄人生中一种圆满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永远